本歌曲独播交由 кни 會議論文的詞要是 第一個 他的長度 一般至少是營業的長度 就是一整個A線 然后,你不要說只寫了一半 只寫了一半是對你自己不利 因為你自己就是表達的概念不夠 對方接收的信心不夠的話呢 他就比較不傾向接受你這篇Paypen 你就是要利用這一頁的空間 盡可能的把你對文章的見解看法都寫出來 然後因為你也只有一頁 所以要盡可能的簡潔去把你的概念寫進去 那有的會議會要求可能是兩頁 在現在看來的話大部分會議是一頁 但是也有兩頁含語料跟文獻的 那也有一些特別的會議會要求比較長 因為他可能覺得說太短了 無法看出你的研究發現 所以也有過會議是要求五頁的 所以你要看他的CocoPaper 他會裡面都會提到他希望的在要長度是怎麼樣 然後你就是盡量在他的長度界限內 去提出你對這個題目的看法跟概念 那這裡面的內容呢 必須是可以具體呈現你的觀點 就是你對這個文章的見 對這個題目的一些主要觀點 然後可以說服審稿者 你裡面必須有證據可以說服審稿者說 我寫的這一篇這個題目是一個適合發表的文章 那要怎麼去說服他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剛剛領到的另外兩份資料 這個我把它拿完了 好 在這裡我們先來看說 像是這邊先看台灣人寫的 陳立志南台科技大學 這裡呢 他提到台灣地區雙女人魚馬轉換的藥因結構 以及信息結構的有標性 這樣一個摘要你如果就這個 剛剛那個期刊論文的摘要來衡量 他就不符合標準了 因為他會把研究背景跟目的 都寫的漏漏等寫出來介紹 可是這是你在寫會議摘要的時候必須要的 你把它寫出來人家才知道你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或者是為什麼你會去關注這個題目 比如說他這裡他的研究背景跟目的 他提到說在台灣地區呢 漢系語言除了有國語啊 還有閩南語、客語跟少數民族的 南島語系這些語言存在 那以閩南語為母語的台灣人呢 也有百分之七十 但是百分之八 集中的百分之八十呢 是把國語作為第二語言 這是正兩尾1985提出來的 那因此在日常生活 所以這個至少閩南語跟國語 這個雙語化的現象都是非常明顯 但是其他語 他這裡呢 其實這邊就提出來 他主要要研究的就是 閩南語跟國語這個部分 好 所以才會去論證這個方面的資料 那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的 各種傳播媒體 常有多重語言間相互干涉的現象 其實他是寫干涉 這就是相互互動 就是在同一個上下文裡面 你可能同時會聽到不同的語言 這裡寫的有一點長 所以直接跳到下一 在倒數第四行這裡 他說為了解現行雙語的實用功能 跟互相干涉的程度 他針對閩南語跟國語的 雙語人魚馬轉換的現象 探討魚馬轉換的句法跟語用功能 所以他就寫出他這個文章的主要目的 是要研究雙語人魚馬轉換的主要原因 什麼狀況下你會去轉換你的魚馬 然後魚馬轉換句的單位結構 還有魚馬轉換的信息結構的有標性 那研究方法也在這邊提出來 而且提的還滿清楚的 就是採用了這個數位磨面的雙語人 請他們進行五字面談 每次給予不同的話題 採入合計約三百六十分鐘的自然繪畫 再利用這個某某大學開發的 這個Linux的研究軟體來計算 各個面談中時間的變化 因為時間的變化而進行變化的語言 使用量跟雙馬轉換的次數 這些現象 所以他就把他的研究方法 敘述的很清楚 然後人家就可以藉由這個 這個收到這個acture的人 就可以藉由看到他的研究背景動機 看到台灣的 因為他背景裡面介紹台灣的語言現象 然後介紹他為什麼要去研究 這兩個語言的互動 那人家先就會被說服說 喔 台灣就這個現象看來 他確實存在雙語化的現象 雙語區的現象 那雙語區可能就會有一些 魚馬轉換的現象 他這裡又被說服了 那接著看他的研究方法就說 是不是很合適的一個研究方法呢 因為他是先提到 他是安排數位磨面的雙語人 就是手 所以這個被觀察者呢 他們的一開始的進展 是在於陌生者的階段 然後呢 因為連續五次的會面 就會一次比一次更熟悉 那因此這個就會出現一個 基本的控制變相 從第一次到第五次 是逐步變熟悉的 好 然後呢 再看那個相關的可能產生的水 變相 就是說 語言的使用量 兩語言的各自使用量 跟魚馬轉換的次數是他要觀察的變相 那這裡呢 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這樣的控制條件合不合理 他把他的研究方法寫出來 那個審查委員就可以去看說 你這個控制條件合不合理 然後你要觀察的項目 是不是可以觀察的出來 好 那如果你不去寫這個研究方法的時候 審查委員可能只是聽到你這樣講 那不知道你要去怎麼去研究 那也不知道你去研究出來的東西 到底對不對 因為他不知道你去怎麼觀察的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正確的衡量 因此當時他下決定的時候 可能就會比較不利於你 好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具體的研究方法 最好是寫出來 大家才能去衡量說 你這樣的研究方法合不合理 然後是不是一個客觀 然後不帶偏頗性的觀察方式 然後是不是可以得到正確的資訊 好 另外呢 結論也是一定要寫的 那你會看到這邊的結論 當然相對於其他論文在要的結論 就不一樣 他會把你主要觀察到的一些結論現象都寫出來 所以會有1 2 3 4 5 1 2 3 4 總共4點 那這4點當然在期刊論文 他是不會列出這麼多的 期刊論文可能只會列出第一點或第二點這樣子 好 所以你要注意到期刊論文跟這個 會議論文在要呢 他的結構形式是不一樣的 那再來其他的例子 也就你們可以去參考 我們這邊還有 另外一個也是同一個會議 這個是林中宏的例子 他寫的是句法 A transformationalist approach to the rise of RBCs in Chinese 就是他要談到的是中文動骨結構這種興起的原因 好 那就是RBC是結果動骨結 結果骨語 那這個興起的理由呢 他事實上你會看到他在這裡面 1 2這個圖表 他也給了具體的語料 然後呈現方式 所以這邊就是跟我們前面提到的期刊論文的項目不一樣的 就是你在這裡事實上你必須要提出你的語料 你的分析方法 才能夠說服人家相信說你的分析方法是合理的 你的語料支持你的論證 那我們再來看那個另外一頁是 由給予動詞構成的始動句 你也會發現到 他這裡要看給予動詞構成的始動句 然後要看的東西呢 是看由給予動詞演化為始動標記 從方言語法的角度來討論給予動詞演化為始動標記的語法化過程 那他會關注幾個不同的方言 因為在漢語方言裡頭呢 這個他的戒詞都是從動詞拍升過來的 那因此戒詞在語法的功能上常常也離不開動詞 所以這個跟像是叫跟讓在這個 他先舉了這個叫跟讓在中文的例子 那這些呢讓 另外他這個例子是第一跟二 那他主要的焦點事實上是在給予動詞 給予動詞的給也可以構成始動句 但是給的始動句只能表現跟給予行為相關的始動情形 那他暫時把這種叫做授與始動 好就是舉了北京話的例子 他發現說我給他早點回家這個不行 可是我他給我看照片 這個是有點始動的意思 可是是因為他是提供照片給我看 所以是所謂的授與始動這個就可以 可是我給他早點回家並沒有說給予他某個東西 某個具體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這種始動用法就不行 那這個是北京話的情形 他要其實要討論的 他主要討論的就是方言當中會有不同的情形 所以他要去舉出例子 比如福州話的這個起 就沒有這種現象 那吳以寧波話呢 他也是這個 他也舉出吳以寧波話的這個 波 就是他也是一個授與始動 就是一般來講他應該是跟北京話的給一樣都是來自給予動詞 但是呢他跟北京話的差別就是他可以表示容許始動 就是跟給予行為無關的始動情形也可以使用 但是在剛剛前面提到的福州話裡面 他這個起給予動詞呢 是完全沒有始動用法 所以他舉了這三個例子就出現了三種 給予動詞構成始動的不同類型 好 那這個語料一給出來 人家就會覺得說 欸確實這三種方言呈現的資料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只是他談不給例句的話 你會覺得說 你會被他搞迷糊了 不知道他談的到底對不對 但是如果他給例句 那個評審啊不管他懂不懂這個方言 事實上他就可以去理解 知道說 喔他這樣講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然後接下來才能去衡量說 這篇文章有沒有發表的價值 所以比如說你要去談這種比較現象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去把語料列出來 那這樣子人家才有一個可以衡量的標準 知道說你這裡要講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研究價值 或者是你所抱持的觀點 是不是正確有沒有偏頗了 好 那同樣的這個 整個來講的時候呢 就是在投稿會論文摘要的時候 我們同樣事實上也是有 跟寫其他論文摘要一樣 也是注意要寫那個四點 為什麼做如何做有何發現跟所得之結論 但是這個時候呢 你要比較具體的寫得更深入一點 比如說這個為什麼做這個 你可能會因為前人的一些分析結果 然後發現他的分析有一些問題 所以你想要再進一步去看 這個就是你為什麼做的理由 或者是你從前人分析假 前人分析的假方言 那是你覺得你方言跟他的分析 有點不一樣 所以你覺得可以再做 或者是像剛剛這個始動句的現象 你注意到不同方言的始動句 他的表現行為不一致 你也可以去看 這就是你為什麼做的理由 那如何做呢 你要具體說明研究的方法 比如說你是填掉實驗 或者是你是收集資料 從文獻資料去收集出來的 那有何發現 就是重點是你這邊有何發現 你要提出關鍵性的例句 跟在寫其他論文的摘要的時候不一樣 主要在這一點 你在有何發現的時候 你要說服人家相信你的發現 你就要給予足夠的證據 給予足夠的例句 予料 讓人家知道說 你這個論點起來有字 並不是無衷生有的 好 那最後所得之結論 具體描述你這個結論的貢獻 或者是你所得到的結論 就是像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 常立軍他會把他的結論 這樣調列出來 調列出來是可以的 但是即使你不調列出來 你也是一條一條 一句一句的寫出說 你所得的結論發現 那在這邊呢 他的結論發現 是要比較大大小小的結論 都盡量寫上去 這樣才可以讓人家 相信你的文章是很有價值的 如果你只寫了一個結論 除非你那個結論是真的非常吸引人 好 那就OK 可是這裡呢 是有足夠的空間 讓你把比較多的結論 寫進去 然後增加你的文章的吸引力